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2年经济工作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我们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奋力完成改革发展兼具任务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勇于自我革命 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 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 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研制党 推进党封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成果 实践成果 制度成果 对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 产生运行 任务职责等做出全面规范 会议强调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准 可持续 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增强供应链韧性 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纪检监察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戒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实事求是 守正创新 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自觉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勇保自我革命精神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坚定不宜将党封联正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持续深化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一体推进 腾治震慑 制度约束 提高觉悟一体发力 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 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 法制化 正规化建设 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作用